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國得益》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現在距離大選76天越來越接近的 各個陣營都在把握的我們所謂的黃金的星期假日的時間加緊要衝刺 今天國民黨民眾黨確定說明天上午要舉行第一場的政黨協商 不過侯友宜竟然不出席 為什麼 因為藍白要先談立委的部分 不過立委的選情難道跟總統沒有交集嗎 如果有交集他可以不出席嗎 很多網友在問這個問題 來賓們會給大家來解答 不過對於藍白和耐清德今天提出一個有趣的說法 他說如果去問魔鏡 白雪公主那個魔鏡的話 他會說中共最希望看到藍白和 因為魔鏡不會說謊話 所以在這裡來講 目前多數人都把焦點放在總統大選 所以其實立委的選舉雖然很重要 不過在跟總統大選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他是依附著總統的大選 雖然攸關國家未來政務的推動 所以大家看立委的選舉 真的可以這樣子在政黨協商來談就好了嗎 難道總統的選舉不必談嗎 所以傳聞民眾黨現在要找 曾經在中國擔任政府中央幹部的一個新住民 來當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引起了輿論的一陣花瀾 賴清德他很擔心 他說這種人如果未來進入國會 和馬文軍聯手的話 會不會影響我們台灣的國家安全呢 不過民眾黨更令人擔憂的還不只這一件 在高宏安治理之下的新竹市 竟然在單純的萬聖節遊行的時候 竟然黑影重重 有民眾打扮成八家將 所以把臉化成了一些八家將的臉譜以後 竟然把一個政治踢管機整個圍起來 那個政治踢管機是要讓小朋友去拿糖果的 結果圍起來以後沒有人進得去 有沒有所謂的妨礙他人行使權利的妨礙自由罪呢 大家都在問 而這些人抽煙攪檳榔在公共場所 尤其旁邊這麼多小朋友 他抽煙攪檳榔 然後整個圍起來不讓人家進去 旁邊的警察很多人網友在罵說 為什麼都沒有去阻止呢 難道新竹市變成了我們警察治安的治外法外之地了嗎 大家都在問 這個值得我們好好的來探討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探討這些題目 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專輪作家我們的吳坤裕坤裕兄 勇哥好大家好 我們的民進黨前發言人 我們的先配分 勇哥好大家晚安 我們智商媒體人李玉慧小芒 勇哥好大家晚安 我們政治學教授范世平范老師 勇哥好大家好 我們的新北市市議員葉原知雲之 勇哥好大家好 我們的智商媒體人邱明玉 勇哥好大家好 來看一下 那在這個我們所謂的黃金的星期天星期六 那到底耐清德侯友宜等等相關的人士講了些什麼 我們來看個相關報導 出席任何場合 侯友宜必打戰爭牌 賴清德也不滿他呂呂扣台獨的帽子 要他多加油 現在媒體問他任何問題 他一定是批判我 他這些批判這些攻擊 其實對他的選情沒有任何的幫助 我希望他能夠加油 我提了證件他都跟進啊 兩岸和平的鑰匙 我反對台獨 賴清德趕快來跟進吧 侯友宜回進一季反台獨 賴清德再批 現在最希望藍白河的就是中國 最希望藍白河的是誰 答案也一定是中國共產黨 因為中國共產黨希望在台灣 扶植一個親中的政權 這樣對他所付出併吞台灣的代價 相對來講是少很多了 要再抹紅別人了 六成名義希望看到藍白合作 難道全國的六成名義 都是中共同路人嗎 從1996年到現在 一向是民進黨最強的助選員 藍綠白主帥激烈交鋒 讓選情越來越增溫 我們看到了候選人們 在交鋒的時候 我們現在有一個最新的 美麗島電子報第59波的民調出來了 現在來看三喀都 三喀都耐清德34.7 柯文哲24 侯友宜23.5 這兩個人是麻花卷 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耐清德遙遙擰先 擰先了十幾% 將近11% 我們再看如果細喀都 當然郭台銘6.3 我們暫時不提他 看看耐清德33% 侯友宜20.8% 這個時候侯友宜變第二名 柯文哲本來在這裡 三喀都是第二名 那柯文哲在這裡 細喀都會期中是20.2 20.8跟20.2幾乎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兩個人 雖然第二名第三名互有不同 但是全部是麻花卷 而耐清德贏了13% 所以是遙遙的領先 我們再來看 整個趨勢圖 耐清德尤其有降 但是擰先的幅度都是這麼大 大家看到中間這個空白的就是擰先的幅度 而這兩個人 侯友宜跟柯文哲都是麻花卷 那郭董我們就不看了 那現在唯一到場力挺同志遊行的 說是耐清德他單日的聲量將近九成 很甩其他的對手 大家來看看 10月28日當日的聲量 耐清德佔87% 一週的聲量加起來佔90% 所以因為耐清德的聲量太高了 所以現在侯友宜就很聰明了 就打耐清德 是不是想要趁耐清德的聲量呢 所以網友也在問 不然為什麼突然之間侯友宜 從呵呵啊做事變成呵呵啊打耐清德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是不是要趁耐清德的聲量呢 我們要再來看 藍白明天將要上談判桌 耐清德搬出魔鏡說說 中共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藍白盒 另外選戰倒數中國借選花招擺出 耐清德呼籲民眾要警覺不能夠大意 所以在這個時候 耐清德栓中共最希望藍白盒的時候 柯文哲反向說民進黨選舉 沒八交啦 只有這交而已啦 拿中國出來說啦 不過在這個時候 侯友宜痛批立委搞大陸女子 好 開支票當選 徹查洩密 侯友宜金句猛發用 審索綁犯人要中國來客機不要來戰機 招侯友宜批台獨工作者 耐清德回擊說 攻擊對選情沒有幫助啦 為什麼呢 過去大家問侯友宜的問題 他都是呵呵做事 但現在媒體問他任何問題 他一定都是批判我耐清德 希望侯友宜能夠加油 提出對國家未來發展福國立民的政策 一定也可以多多幫選情一點啦 所以也在虧他 你在趁侯友宜 你在趁耐清德的身量 因為耐清德的身量90% 在過去一週 還有10月2887% 侯友宜身量是最小的 也輸柯文哲 所以他只好趁耐清德的身量 這個蠻有意思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個相關的 這一些媒體的標題 藍白政黨協商明天要登場 朱立倫 柯文哲親自出馬會談 奇怪怎麼沒有侯友宜呢 主席對主席沒有侯友宜 不過因為說他們要談的最主要內容 是在建立聯合政府的方式 爭取立委席次極大化 以及最強在野總統候選人產生的方式 要談這一些 難道如果要談最強在野候選人產生的方式 那為什麼沒有侯友宜呢 如果要談立委 難道立委的選舉跟侯友宜無關嗎 所以這個時候有一個人出來插花 那個人就是我們的老宋 我們的宋楚瑜 以歌聲來比喻藍白河 宋楚瑜說小心啊 你藍白河不要被你搞出農包啊 然後宋楚瑜唱起電影的秦兄記的主題曲 並強調如同歌詞裡面說的 事事難料 藍白河到底能不能談成也是事事難料 嚴格說起來不是草包的問題 而是大家小心不要搞出農包 讓我們臺灣真正出包 草包當然指著大家要講草包指的是誰 大家也瞭解 所以這個時候宋楚瑜講的這些話 尤其用農包來講說不要出包 這個蠻有意思的 所以明玉怎麼來看呢 我先講事實上賴清德說啦 就是說全世界最希望藍白河的是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一直想要福利這個清中的政權 所以我認為明天的那個藍白的那個協商 政黨協商 與其說是演給這個什麼支持者看 不如是演給對岸看 因為我講兩個例子就好 事實上你看不管是這個地方 那個藍營的支持者 早就對那種什麼藍白河 早就已經不報希望了啦 我講一個最主要的例子 你看昨天 昨天那個國民黨 不是那個侯友宜去高雄嗎 對 那你就算看韓國瑜來 因為那個是他的那個老巢嘛 那個人 人 你說那個人 因為昨天剛好柯文哲也在高雄 柯文哲在辦讀書會 那侯友宜那一場你說好 你說官方號稱四點五萬人 那記者實際觀察大概一萬多人 柯文哲那邊最多最多也才一千人 所以你兩邊比組織動員下去 你至少也是至少一跟十的差別吧 所以支持者就會就會覺得說 你國民黨這種組織動員能量 去碾壓藍 去掩壓白 你還談什麼啊 所以我覺得國民 而且你看第二個 昨天朱立倫他上臺講話 大概只講了兩分鐘 而且他離開的時候 很多支持者都在罵他 朱立倫很慘 所以你看就是說 整個國民黨看起來從上到下 就都沒有人想要談 唯一想要談的 就只剩下朱立倫 而且朱立倫現在大家都在罵他 你知道連基層都在罵他 他也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他今天才出來跟支持者道歉 就對於說 大家對於藍白河有不耐 就出來道歉 那如果說不是真的這麼爛 那為什麼朱立倫還要談 那我先講 你剛剛講到重點 主持人講到重點 就是說明天這個什麼國民兩黨 還要繼續政黨協商 你看到講了這麼多 但是赫然發現明天的這個談判 沒有主帥侯友宜 為什麼 沒有侯友宜 我今天有去問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國民黨的官方說法 他們的官方說法 為什麼沒有侯友宜 因為第一個 他們認為說前陣子 那個黃金對談 黃山山山金補充 對談都已經談崩了 基本上就已經沒戲唱了 崩掉了 就崩掉了 崩掉了 破局了嘛 就破局了嘛 所以這個朱立倫 就跟侯友宜講說 那這個反正這個 反正黃金對談就崩掉了 那不如就退一步 讓政黨協商 讓黨對黨來談談看 但是國民黨官方還是要繼續強調 就是說這個諸侯是完全沒心結的 侯友宜對於朱立倫的細節 是知之甚詳 所以明天你看九點三十五分 重頭戲在這九點三十五分到十點半 是雙方會談 是不公開的 就我瞭解這個會談的話 只有朱立倫跟柯文哲兩個人 沒有別人 沒有別人 頂多就是帶紀錄進去 那我也很好奇啊 如果說你沒有別人出來 大家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會不會有人偷偷錄音啊 對啊 會要跟許曉星戒嗎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也是蠻妙的 而且你看喔 他們談到十一點完之後 為了要證明朱跟侯沒有心結 十一點四十五分 朱立倫跟侯友宜 還要再加開共同一場記者會 我覺得很累 你看這三個人下去談就好了嘛 所以我覺得非常妙啦 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他們除了認為說 好你這個時間 先讓黨對黨協商 讓他們可以談 還有剛剛勇哥講的嘛 他們明天談的三個主題 包括聯合法 聯合政府啊 爭取立委席次啊 還有這個產生方式 那說穿了 他們的國民黨官方的意思是說 反正你已經沒有遊戲的機制了嘛 你民調也不要 然後民主投票也不要 現在只能用談的 那是不是有什麼聯合政府啊 跟立委下去談 你談成的機會會比較大 那說穿了 你不就是那個權力分章嗎 祖閣全給你 然後你讓我當政的 是這樣嗎 但是我最後還是要強調啦 我覺得你遊戲機制已經沒了啦 你民調也沒了 民主投票也沒了 說實在的 你遊戲規則都沒了 你光是靠兩個人 那邊講講講講講 你覺得會成 我真的覺得是見鬼了 不過看到侯友宜 他沒有要出席明天的政黨協商 代表一件事 也就是說總統藍白河破局了 不然他幹嘛不參加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們還要再談最強在野總統候選人 還要再談爭取立委席次極大化 拜託啊 民眾黨的立委極大化 那就是國民黨萎縮啊 國民黨極大化就是民眾黨萎縮 兩個人根本就是對立的 你怎麼去極大化 所以不可能合在一起啊 總統沒合他們怎麼合呢 所以顯然的明天的談 很多人網友就說 做做樣子啦 真的是這樣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兩藍白的總統候選人 這是最核心的問題嘛 其他就是配菜嘛 不是主菜嘛 我覺得他們現在都在講 什麼聯合政府 你總統還沒選上 你就在分部長了是不是 那是不是要叫吳世懷 來當國防部長 對不對 他現在不分區可能沒有了嘛 是不是要陳佩奇醫師 當衛福部長 讓黃國昌當法務部長 這要這樣子分位置嗎 我覺得太難看了吧 所以我們覺得看到的 就是只有政治分章 就是權力的互相的分配 沒有任何的理念 沒有任何的價值 所以賴清德有講嘛 你這種藍白核 沒有理念價值的核 就是表面上為核而核 這樣子民眾是看不下去的嘛 所以我比較想說 第一個這個習次擴大化 民眾黨現在沒有提幾 沒有提幾個區域嘛 新竹啦 還有台中之外 幾乎目前看來是沒有嘛 所以我不曉得要如何 讓習次擴大化 再來就是 現在還要再談這個 總統候選人產生方式 我覺得已經為時已晚 現在已經不是 從藍白核 變成藍白拖 就一直在拖時間 拖那麼久了 然後現在已經變成藍白戰 克文哲說啊 你們國民黨提出來的民主初選 就是什麼 像毒藥嘛 藥我喝下去嘛 披霜嘛 已經講成這麼難聽的 說侯友已經選就選不上啦 看你 看你不去 你沒辦法嘛 沒裁掉嘛 已經這樣講了 那國民黨就說 你看到現在都是克文哲 不容易退啊 我們已經退這麼多了 本來是民主初選 對我們國民黨 後來我們也說好 民主初選 跟你克文哲強調的全民調 一半 你也不答應 然後侯友說我都一當副手了 你克文哲你還不願意 就罵克文哲沒誠意嘛 所以雙方冒合神禮啦 我覺得明天這個談判 因為大家都是 都有自己的想 都有自己的心機 都有自己的利益 這個談 談的也是白談 人家說同床異夢 他們是連同床都還沒有同床 怎麼可能會同一個夢呢 同床都異夢了 何況他們還沒有同床 不過 有個人出來講蠻有趣的 你們老宋在唱的 怎麼回事啊 那個老宋講的 其實這個原則上面 我先先講一下 那個基於知常倫理 我不會講我前老闆的壞話 但是他老宋講的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說重點還不是那個歌 那重點是他講說這個是農包 農包這個有意思 對然後說這個 大家都說侯友宜草包 那他說不是啊 問題不是草包啊 是農包啊 那草包的話捅破了 也就捅破了 那大家都知道他裡面是草而已 農包會流出來 他有毒啊 你不捅破也不行 那你不捅破的話 農物擠出來會會變蜂窩性主治炎 農包是誰 會變敗血症 農包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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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講誰啊 農包應該是兩個人 為什麼 台語我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農包 我們台語 你們剛才有一個叫金包銀 金包銀 農包就是金包銀 外面是因為它結 叫結紮 不是結紮 是結巴 結巴了以後那個巴是黃色的 就是金嘛 裡面農是白色的是銀嘛 那個農沒有擠出來 那個是不會好的 所以金包銀 有金有銀 大家已經說這最棒了 結果是農包 金包銀 農包 所以有金有銀 兩個 所以他其實在點這個事情 你就看 他那個最近宋先生一連串動作 他就先去發表一本書 講說省府團隊 做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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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怎麼樣做 他也有期待 比如說現在的執政者 那你能夠參考一下 當年有些做法 但是回頭一講 就講到這個事情 那就對比 你現在這個 柯文哲你也做過八年台北市長 然後你這個誰 這個侯友宜 現在還是新北市長 結果你們有把事情做好嗎 沒有嗎 大家說你是草包 現在連這個兩個人這麼簡單的事情 或者是大家要談的這個事情 你都談不好 把大家那個心情都弄到谷底 那你不是農包是什麼 金包銀 所以農包指的是兩個人 小方你這樣懂了嗎 懂懂懂 就是要調出講農包 這是誰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我剛剛講到藍白河 上個禮拜上好幾個節目的時候 都發現他們他們那個新聞台 大概都跟我講的是 他們那個新聞在播的時候 播社會事件 播以色列 都還有幾千個流量 只要一播到藍白河 只剩幾百個 大家 而且是偏藍的電視台 或什麼東西 都還有這種狀況 那那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包括連泛藍 或者是 或者是所謂統派的支持者 非綠的支持者 大家都對這件事情 已經不抱期望 TVPS做了這個民調 也是這樣子 說百分之五十八的人 事實上是不對藍白河 有抱任何期望 對 那你在這種狀況下 何友宜還可以睜眼說下話 那不是農包是什麼 所以我為什麼解釋農包 其實農包 第一就是說金包銀 所以大家瞭解說金包銀的意思 不是講說他是一個金子一個銀 不是不是金子跟銀子 不過有一件事蠻好玩的 剛剛明玉提到說他們在高雄造勢 國民黨大概一萬多個人 民眾到一千多個人 對 吵得多但是吵得多 還是國民黨的場子比較熱鬧一點 因為有一個人講話很有趣 對 南寧鳳山萬人造勢 這個人叫做韓國瑜 他自嘲說 我韓國瑜的支持者啊 男的社戶線肥大 女的都過了更年期 我實在是想不說 然後呢偏偏 這個柯文哲不是之前用社戶線排 是 說什麼挖了 反而會死 不要挖還可以和平共存 不過我印象中 我看過一篇醫學上的十大癌症的報導裡面 社戶線還是十大癌症裡面第五大 排行第五的 我的印象是 假如我記錯沒關係 大家Google一下 我是用我以前的印象講的 如果是第五大的社戶線 社戶線還是第五大那是很嚴重 可是柯文哲好像講的 不要開刀不要什麼 所以被泌尿科醫學會出來臭罵一頓 所以在這裡來講 小方怎麼講 這個看起來 國民黨還是比較有趣 你看支持者都是社戶線肥大 女的都是過了更年級 這什麼意思 韓國瑜是他的就是本性發揮 因為他到了群眾場 而且這個是真的是他的本命區 看到這麼多的群眾 對他還不離不棄 他當然又是金句猛出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的這個 他的本意 他的這個發揮 但是其實韓國瑜講到了 也是其實柯文哲的一個最大的弱點 其實昨天你看在高雄 不管韓國瑜這個場子 有一萬多人兩萬多人 或者是國民黨所稱的四五萬人 這個現場 你空拍機看 人是真的不少 除了說侯友宜講話 那個後面人就當然就不見 可是韓國瑜在講話的時候 人真的是很多 可是以柯文哲的那個現場 如果只有一千多人的話 柯文哲你憑什麼去跟人家要求 你說你要要去什麼 什麼要去談你是正的 然後人家侯友宜是副的 甚至於你還要指定這個總統 副總統的候選人是誰 你不可能嗎 因為你的這個組織盤 是真的差很多 但我為什麼說韓國瑜 他也向這個柯文哲 在兵力展示 因為柯文哲事實上 他的組織盤裡面 其實看得很清楚 柯文哲的年輕人支持的是最多 我們看所有的民調當中 柯文哲在年輕的支持度 大概都有三成 都有四成 甚至於是他所有的年齡層當中 是最高的 那他年紀最大的 這個年紀越大 那他的支持度越低 所以韓國瑜就跟他講說 你看看你最弱的 的那個支持度 全部都在我們國民黨的場子裡 都在我韓國瑜的場子裡 他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沒有年輕人 因為都是支持的社務線回答 都是老的 過了更年期也都是 年紀大的 年紀大的 對 所以沒有年輕人 而這一些老的 都是支持國民黨 都是我韓國瑜的人 對 都是支持國民黨 支持韓國瑜的 所以你柯文哲 你憑什麼在明天 要跟國民黨叫板 我覺得他應該也有 這樣子的意思 那蠻有蠻有趣的 不過在這裡 原子 你們為什麼 怎麼會去說什麼 社務線回答 尤其柯文哲提 社務線癌 比喻兩岸 說硬挖 硬挖廚的話 會死更快 不挖 就不會死嗎 密料科醫學會發聲明 很打臉 這個時候又好玩了 結果韓國瑜說 高雄子弟80% 畢業後都會離開高雄 侯佑加碼說 高雄這五年來 面臨人口嚴重流失 都非常的差 薪水低 能源與什麼產業 都等等問題 結果高雄市政府就 狠批打臉兩個人 怎麼狠批呢 給大家看 好 這內容我就不講了 他講的這些 我看看看看 這幾年六都的競爭力 陳其邁第一名 經濟成長 高雄第一名 青年失業高雄最低 招商高雄最成功 負債高雄減少了一百零六億 其他都沒有什麼 比高雄差太多了 基礎建設 高雄基礎建設一堆 他們根本就 尤其韓國瑜 在高雄的時候 完全停建 社宅韓國瑜的時候零 陳其邁蓋了一點八萬戶 一萬八千戶 韓國瑜實證的時候 通通是最後一名 怎麼還好意思講 人家這數據 不會騙人啊 那個數據有一些也是會挑自己的 這個大家在那個政府待過都知道 那韓國瑜 這個數據也不是 不是我亂寫的 這個數據 我說市政府都會挑一些對 協會粉絲出來的 對我知道 但是因為有非常多數據 那通常市政府都會挑比較有力的 我覺得比數據比較沒有意義 但是韓國瑜他昨天的演講 他是講說他在很多其他地方 什麼堅持鄉 或是北部遇到高雄北漂的人嗎 所以高雄北漂也是事實 其實 其實尖石鄉 很多原住民 因為在山上工作機會少 他們本來就要去都市了 所以用這個來講 尖石鄉 我說市政府政府 因為我當國內政部長 我知道 那沒道理 那現在沒道理 那馬英九的時候 甚至在 兩蔣時代 其實他們都已經下來工作了 所以才會台北市跟新北市 才會有那麼多原住民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 然後那個什麼社護線 我覺得那就是韓式幽默 他說他就開個玩笑 說基本上 他也不是說全部都是 然後他的支持者 全部社護線偉大 也不是他就 怎麼我的基本上 一個自討一下 你支不支持韓國瑜 我支持 所以你也社護線回答 他說基本 他說基本上 他說愛啊 所以你是在基本外的 對 他是開一個玩笑 我覺得大家都太嚴肅了 他開一個玩笑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賴清德 讓我滿訝異 其實他現在已經躺著旋了 選情這麼穩 還要用抹紅 那一招 民進黨 其實賴清德做過行政院長 做過副總統 好好的訴求政績就好 做得好大家就會認同 然後老師把共產黨搬出來說 什麼共產黨最希望藍白河 所以大家不要投藍白河 這抹紅 這個我滿訝異的啦 我覺得他就有政績就好 訴求政績就好 等一下民進黨發言人 也要跟你反駁一下 你們再去對打一下 不過我們先進口感到再來看看 在理哲學上有一個三段論法 大家不知道聽過沒有說 猴子愛吃橡膠 你愛吃橡膠 所以你就是猴子 所以你 韓國瑜說支持我的人 男生都是社會性肥大 你支持韓國瑜 所以你就是社會性肥大 支持韓國瑜的女生 都過了更年期 你支持韓國瑜 所以你就是過了更年期 這個三段論法沒有錯吧 理哲學就是這樣子 這個叫 不過這個三段論法 其實是有大詞不當周篇之國 他還是有一個陷阱錯誤在那裡 講實在話 不過韓國瑜講這個話 讓大家覺得 哇 怎麼這麼會說 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韓國瑜跟柯文哲滿有志一同的 兩個人都拿社護線當比喻 我是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有遜受這樣的問題困擾 不然一半人 就怎麼會拿社護線都比喻 但是我不得不說 韓國瑜真的是很會講話啦 他這一講出來 你看今天的這個新聞 全部也都是這一個了 他是金句連發 那當然他跟柯文哲的這個默契也 難怪說柯文哲之前也在想說 要不要找韓國瑜當他的副手 我覺得喔 不管是韓國瑜的發言 還是侯友宜的發言 其實侯友宜現在的發言 越來越趨向韓國瑜化 昨天 他這樣在造勢上就講說這個高雄 基本上就是又老又窮的2.0版 那其實我覺得侯友宜 他現在要選的是全國的總統 他這個時候去看不起高雄 其實對他選票並不會有幫助 大家想一下 他之前是怎麼樣說台南 他說台南人沒眼睛 但我覺得說你之前就侮辱過台南人 你現在又來否定高雄的發展 把高雄說的一文不值 那這樣子大家選 會增加大家選你的動力嗎 你又不是韓國瑜 你又不是京劇連發的人 你又不是有辦法馬上把你講的話 轉過來的人 我覺得侯友宜他自己喔 以前不是看不起韓國瑜嗎 現在一直想要學習韓國瑜 可是他又沒有韓國瑜那個料 就是學起來喔 就是有點話虎不成反類犬 這對他自己其實並沒有幫助的 那剛才又講到喔 就是說這個賴清腾有沒有躺著選 我覺得他並沒有躺著選這一件事情啊 其實賴清德他從一開始喔 就已經設定過喔 不管說對手是幾組人馬 甚至最後真的整合成一組 或是選民自動棄保成一組 他都是非常認真的在選 因為你看他這個政策 他的這個國家希望工程 他已經開了幾場的記者會了 然後呢每一個行程 他全台灣跑透透 那個行程之滿喔 很多人問我說我現在中山北中山 到底什麼時候要成立這個成立大會 我說還在等他的行程啊 實在是太滿了 所以說他行程之滿 是他非常認真 每一刻都非常努力的在選舉 喔那其實喔 還有包括說非選舉的行程 像昨天的同志大遊行 他也是率隊去參加 他是唯一一個去參加的候選人耶 那他其實昨天那個在年輕人 因為我在現場 欸大家因為 其實因為大家人真的非常非常多 喔那我們民進黨的團體喔 雖然我們也非常多黨公職大家去 但畢竟就是一小塊 那經過的時候很多這個年輕朋友 不知道那裡是什麼 只是看到圍了一大堆媒體 然後就問說欸那裡是誰啊 是誰在哪裡 喔是賴清德 然後大家就紛紛靠過來再看 喔很多人都在照相說 喔我要看賴清德本人等等的 昨天他網路聲量非常非常高 正面的這個形象非常非常好 因為他其實是真的在關心 我們台灣社會的發展 我們整個國家的律動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在選的這個候選人 那相較於喔就是不管說是藍還白 還有要怎麼合 還是侯友宜現在不停的鸚鵡學蛇 在學韓國語講話 但總學得不太像 就似是而非 我覺得這兩相比較 真的是大相徑庭 所以才會說 耐清德上個禮拜一整週還有二十八號 他的整個聲量達到九十趴 九成都在耐清德的身上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侯友宜就要去打耐清德 要趁耐清德的聲量 不過趁這個聲量趁得到嗎 有用嗎 不曉得民眾自己心中自有一把尺 不過在這裡我們看看 柯基臣座談 在柯文哲的基臣座談 批評陳其中做得很爛 結果農民立即跟他吐槽 直接在現場跟他吐槽喔 農民現場卻稱說 現在這幾年所有農委會裡面 現在農業部 他們說做得最好的人就是陳其中 可惜啊已經下臺了 農民是很有感情的 陳其中反駁柯P說 你政治人物不要黑白講啦 陳其中下臺了更敢講 批柯文哲向網軍帶風向 然後再看看柯文哲再嗆陳其中做得很爛 整個腦袋就只有發補貼 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陳其中不是發補貼而已呢 發補貼只不過他體面政績的一部分 他其實還做了很多對農民有益的事 包括農民的年金 農民的年金 勞工有年金 公務有年金 大家都有年金 就農民沒年金 現在農民有年金了 還有農業保險 所以這次颱風來 我們的四家如果被颱風打掉 放心 農民的收入不會減少 因為保險會賠 還有稻米等等 這些都是不得了的大事耶 還有一些對地的補貼 綠色補貼等等這些 這些綠色補貼是要把台灣的水 各方面 還有台灣土地的利用做得最好 包括水的利用等等 其實他做了很多的事 所以明宇怎麼來看這一個 柯文哲亂批一通以後 當場被農民吐槽 他昨天在這個農業大縣 等於說在台南這邊 他就在開始在批成績中 我覺得他本來是以為說他講這些話 然後順帶罵民進黨政府執政 然後引發大家的認同感 結果大家都沒講說 比如說什麼下架民進黨好不好 好啊這樣子他可能會想要 制造這樣子的效果 沒想到他講出來之後 反而被人家吐槽 我必須講啦 因為我有幾個朋友 他們是那種農村子弟 他們對於陳吉仲 最大的感謝是他推動農保 因為農保真的是這個 照顧農民很重要的一環 那所以我覺得說 而且那個譬如說 柯文哲在數落陳吉仲的 不適的時候 那這些農村的人 他幫陳吉仲護航 不能說你黑白說 他總是要講出一些政績來嘛 所以他還可以細處陳吉仲 做了什麼做了什麼 那譬如說我剛剛講的就是農保 對他們來講 農業保險 對 還有什麼非洲豬瘟的部分 一些部分 我們現在養豬戶 我們現在豬肉可以外銷日本 我們不是只有非洲豬瘟 我們是連一般普通的豬瘟 當時的口蹄蜜等等 口蹄蜜 我們幾十年沒有辦法外銷 二十五年沒有辦法拔針 現在全部拔針 通通可以外銷 台灣已經不是口蹄蜜的義區 是在陳吉仲任內完成的 所以我要說 我說只有農民他們是最知道說 陳吉仲幫他們做了什麼 那柯文哲你要數入人家的時候 你卻忘了你講的這些對象 是專業農民 他們要幫陳吉仲護航 也要講的言之有誤 所以他可以細處陳吉仲 做了什麼 他感恩於心 那好你柯文哲被吐槽之後 柯文哲人講說 大小臂 什麼什麼這樣 那問題是你就是要大小臂 你也要灑得人家很甘心 你要想得出來政策 那我是覺得說 我說柯文哲你要罵人之前 我覺得他還是要先做功課 不然你就是 只是就是說你只是這樣 他在罵陳吉仲或陳時中的時候 是完全不做功課的 以這個部分 他主要是要挑起農 就是其他的族群對農民的那種仇恨 最主要他挑的是大撒幣 他認為說農民老是要求 然後要政府來大撒幣 可是陳吉仲做的事情 包括剛才所講的這些 還有爭取農水路 讓農民在供水能夠得到 然後這個我讓大家提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供水的地方 以前就是說 水一定可以供到的這間農田 其實並沒有全部 很多地方是沒有供水的 看天田 如果不下雨就完蛋了 所以但是我們臺灣的糧食自給率 最少要八十萬公頃以上的土地 萬一有天災人禍的時候 天災譬如說別的國家有戰爭 他的糧食沒有辦法賣出來 或者是什麼旱災 烙災這些 那我們要怎麼辦 所以其實這些根座八十萬公頃的裡面 要確保的特種農業 一定要用在生產糧食的 其實都是在陳吉仲手上完成的 除了剛才講到這農水路 陳吉仲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分散市場 過去臺灣的農產品 很多都跟中國有契作 然後都是跟中國往來 那陳吉仲在擔任主委 後來的部長的時候 他把臺灣的農產品賣到美國 賣到日本 賣到韓國 賣到歐洲 所以他建立了冷鏈的系統 讓這些冷鏈的系統可以 就讓我們的這個農產品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品質 可以銷到這個國外 這個才是他做的真正 對於農民來講 真正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補助 柯文哲 你就雞毛蒜皮 你只看到那個補助 難怪他在做臺北市長的時候 他砍的也是 他不願意給老人家補助 因為他就是摳門 他認為說錢 反正放到口袋裡的 都是我的 我不能夠給人家 農民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選柯文哲 當總統的話 他也會把所有的補助 全部都給暫停 這個就是柯文哲 所以看到柯文哲 在罵陳吉仲 結果他在農民面前罵陳吉仲 農民當場就跟他吐槽 他是做得最好的 而且啊 如蜀嘉珍把他念出來 尤其農業保險 因為我們以前碰到颱風來 或者是大水一來 我們的稻米被淹掉了 那農民由 我們政府會給他一點補助 拜託的農民 你還有十萬啊 結果補助兩萬 因為政府無所謂的 我們現在變成保險 農民只要付這一點點保險費 萬例颱風來 把你的農作物全部吹到 都沒有收成的時候 對不起 按照你平常可以賺多少錢 有多少收入的 我們的農業保險就要賠你 還有農民在耕作的時候 萬一受傷 以前有賠嗎 說台語跟粗辱 回去後無塞 要自己復古 現在農民 在耕作的時候 萬一受傷 說得難聽 也不如農民去衛工 因為電的問題 因為有一些 譬如說他斗力上面有個鐵圈 結果被雷電打到的時候 對不起 現在通通有賠 這種農業保險通通賠 以前是沒有的 這也是陳吉仲做的 所以我看 人家在做這個 柯文哲 每個人都不知道 黑白批評 不怪叫農民吐槽 所以有人說 農民跟吐槽 剛好而已而已 挑一個 我們回來 我們節目 看看新竹萬聖節活動 吸引好多小朋友 但幾名男子 不只刻意陪採接 還在附近抽菸 引發家長不滿 等到警方 終於到場 為什麼不能抽菸 這邊是在馬路 這麼多人 你現在是要 刀逼你朋友嗎 你要 你現在對你朋友 我盤察你朋友 什麼意見嗎 警方說法 律師出身的新竹市立委參選人林志杰 聽不下 名嘴李正浩也嗆 警察局長張素霖是吃素的嗎 質疑難道執法標準 是看到一個普通人走在路上 被八位黑衣人包圍超過一個小時 可以不作為 嗆張素霖 你可以下台了 為何新竹市警察局 竟然不敢法辦 而且還發新聞稿來護航 這群黑衣人是自發來參加萬聖節活動 是在挑戰民眾的這個基本認知 有四位 疑似這個便衣刑警 還一路尾隨 這個裝扮成提款機的民眾 什麼時候我們的新竹 變成了香港第二 變成了新竹特區 綠營議員開轟 點名要市長高鴻安查清楚 說明白 給民眾一個交代 我們看一下相關的新聞報導說 新政治提款機其實 在萬聖節遊行的時候 最主要他要諷刺高鴻安以外 當然小朋友很高興 他最主要是小朋友 到這政治提款機裡面 可以去擰糖果 那萬聖節本來就是 trick or treat 本來就是給糖果 不然我就搗蛋的一個活動 結果遭到八名年普男 化成八家這樣的年普男 抽菸 咬檳榔包圍起來 不給任何人接近 所以大家都批評了 那這個批評也引起了民眾很大的不滿 甚至很多人講說 你這個有沒有妨礙自由啊 我們知道民法 對不起 刑法 刑法三百零四條 好 妨礙自由裡面叫做什麼 你妨礙他人行使權利 或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要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換句話講 有沒有這個問題呢 所以多位年普黑衣人包圍新政治提款機 柯文哲說被回罵就說人家欺負 柯文哲是在說什麼 大家都聽不懂 奇怪 可是你們的從政黨員 你們民眾黨的從政黨員 怎麼看 而且這是八個人的集體行動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單一一件事情 這是八個人的集體行動 這會讓我們覺得 對新竹市到底現在發生什麼事了 有人在網上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的一個粉專叫無金雜誌 他在臉書上面就PO了一張圖 這個是林志堅時代的新竹市的萬聖節 你看到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 這個萬聖節本來就是小朋友 能夠光明正大的吃糖糖的一個節日 你看到陳其邁在高雄的萬聖節 小朋友也是很開心 這個國中的同學也是很開心 可是你看到在新竹的萬聖節 竟然是八個臉上塗滿了油彩 八家醬的這個臉譜 然後八個人圍著一臺政治提款機 不讓他動 我來插個話 八家醬是臺灣特有的文化 記住八家醬不是中國傳來的 是我們臺灣才有的 八家醬我們認為 這是一個很好的臺灣文化 但是這八個人用八家醬去做這些行為 我是覺得對其他八家醬的頂逃不公平 很不公平 這個讓八家醬背了黑鍋 我先把這個要講清楚 是 那因為這八個人 昨天其實現場是有直播的 他們總共圍住那個政治提款機 圍了一個多鐘頭 而且他們在圍了一個多鐘頭的時候 小朋友是有靠近那個政治提款機 那你看到這位八家醬 他不但兇神惡煞的 他那個很兇的臉口 你看手上拿著兔胚 就兔杯啦 就吃檳榔要用的兔杯 然後手上還抽煙 他更可惡的是 當小朋友靠近的時候 他竟然是抽了煙 把煙噴在小朋友臉上 讓他的爸爸是非常的生氣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做 那接下來這位警察局的局長 我想請教你的是張素霖局長 因為昨天有非常多的警察是圍在這八位的旁邊 那一開始的時候 有很多的家長是跟旁邊的警察說 他們這樣子限制了那個政治提款機的行動自由 那為什麼警察都不做處理 後來警察終於做了處理 是因為其中有一個成員 他吸煙做處理 難道我們不能夠 警察難道在現場 不能夠多做一點積極的處理嗎 那我相信我們主持人過去做過內政部長 那這個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扯的事情 為什麼新竹市的新竹的這個警察局長 跟新竹的警察 為什麼會在面對這樣子一個 應該是很歡樂的活動 竟然他們會做這麼鬆散的一個防護 這到底是出了什麼事 新竹市長你是不是也應該要出來做說明 所以高宏安對這件事情 讓民眾非常非常的神奇 顯然的我們看看 前幾天高宏安說要優先保護孩子 原來指的是這群黑衣人的互主為事 這個楊寧怡議員就講了 林志傑呢 他是新竹市的立委參選人 他說高宏安竟然要求萬聖傑變裝禁止手持敏感標語 服裝不得誇張否則均要被收證回報 讓人真是驚嘆與愛國主義教育法 管制人民思想的精神非常一致 因為愛國主義教育法 現在中國現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在在推行 而且還想把台灣包進去 裡面就把台灣包進去 所以黃定英說民眾裝扮新政治提款機 是具政治意義的象徵性言論 所以這是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的範疇 竟然慘遭黑衣人包圍威嚇 新竹市簡直淪為法外之地 看起來這樣 我覺得這個林志傑竟然他說出來了 這個高宏安說在這個萬聖傑 如果有的手持敏感標語 或者服裝如果是誇張的話 要收證處理 請問一下什麼叫敏感標語 對不對這個沒有標準嘛 所以我們看 不確定法律概念 不確定法律概念 無限上康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服裝不得誇張 什麼叫誇張 那我也可以說你高宏安 那天穿的衣服很誇張 這也沒有標準嘛 而且萬聖傑本來就是自由發揮創意嘛 我昨天也經過那個捷運站 在那個圓山那邊 很多年輕朋友各種西裝衣服 上了捷運 大家看看就覺得玩耳一笑 會覺得很好玩嘛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要用這個方式來控制言論 而且你竟然要你的警察去收證 那你是新竹市長 你有辦法用這個 用這樣的一個理由 去要求警察 進行相關的收證 那請問 我不願意被收證可以嗎 那你該去收證 你不收證 這八個黑衣人 你不收證 讓他們在那個 政治提款機旁邊 恐嚇那些家長跟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看到會害怕嘛 剛剛小方講的說 那年輕人抽煙以後 對著小朋友這樣噴出去 噴煙啊 這個 離譜到極點 對 這甚至我覺得違反了 嚴害防治法 當然嚴防 當然違反嘛 而且這個 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人家為什麼要吸你的煙 為什麼要吸你的二手煙 這不通嘛 那小朋友要去擰糖果 你不給人家擰 你有沒有妨礙他人行使權利 這顯然都有 刑法304條的問題 304條是要主動偵辦的耶 旁邊有警察 你不要告訴我 旁邊沒有警察 警察就在旁邊 那為什麼警察不自止 警察可以把那個路線 幹嘛擴清嘛 讓小朋友可以去拿糖果嘛 他去拿糖果不是拿政治標語 不是拿高安安下台耶 沒有耶 那只是用一個表演的模式 對不對 也沒有直接用政治的語言 所以我覺得當場的警察 應該去瞭解這些人 你們的身份 起碼我懷疑你 我可不可以掉你的身份證 或者我可以瞭解你的背景 他們是誰派來的 是什麼組織派來的 而且我認為這個有 現刑犯的問題 如果是妨礙他人行使權利 或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去吸你的二手煙 我沒有義務吸你的二手煙耶 所以顯然的 這個有沒有刑法304條 那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現刑犯喔 當然現場要去做相關的判斷 怎麼會這樣子呢 原子 欸 這個 這個太離譜了吧 對啊 對 那警察的回應也很消極 因為警察的回應是說 因為現場沒有肢體衝突 也沒有言語衝突 所以不能怎麼樣 但是有個像地方有一些流氓 他們怎麼跟地方要錢 有個工地 他們就一堆人在那邊吃檳榔什麼的 然後晃來晃去 他也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肢體衝突 也沒有言語衝突 可是工程就沒有辦法進行 所以就變成說那個工地的人 就好像要必須要跟他們妥協 其實他們的這個抽菸 鄧人家 煙噴人家 吃檳榔 咖 圍住 本身就是一種肢體的動作了 對 所以其實蠻消 其實是消極的 我覺得這種不可掌 不然大家以後 看誰不爽 就在旁邊弄來弄去 然後不去接觸 言語不接觸 然後肢體不接觸 然後就沒事 這樣不行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這些人 他應該看起來是高安支持者 那你們也不要去侮辱八家將 因為永哥剛剛講 八家將是台灣的民俗文化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但是如果說每次都跟那些八家 為什麼現在網路上大家說八家九 就是很多那種刺龍刺鳳流氓 都跟八家將連結的話 也會讓大家對這個民俗產生不好的印象 所以兩件事情我是覺得很不可取 但我覺得那種一般的親子活動 政治活動 政治人物不移去 我覺得不移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政治活動難免會有爭議 像我來講好了 我平常到很多地方也很受歡迎 因為我都與人為散 但是也有人會不喜歡我 對不對 就是這個政治體管機 你去那邊 有人跟你要糖果喜歡你 但也有人會不喜歡你 那那種遊行 就讓他們親子好好的玩 政治的東西就不要去 去了就很容易引起爭議 所以我是呼籲 下次如果說有那種政治加年華 去都沒問題 嘲諷好笑都ok 但是像這種一般的 民間的慶祝的活動 政治就盡量掃見 其實萬聖節 本來就是大家都會參加的 不管在美國 萬聖節是從英國來的 大家知道要從英國來的 那他是因為白天跟晚上交接的時候 他認為說 從今天開始 10月31號開始 然後這個 驟短夜長 晚上越來越長 這些鬼啊 也趁這個機會 他們當夜長的時候 要把他帶走 結果 因為要帶走 國會出來嘛 怕影響你 所以你就裝扮得跟鬼一樣 鬼就會以為說 我們同類 所以他就不會去侵犯你 所以為什麼說萬聖節 他有很多意義 蠻有趣的 不過本來這個就是 政治人物東通會去的場合 大家都高興了一個場合嘛 所以公介的時候 怎麼來看 新政治體管機 新竹是發生了這個事 那個就是民眾堂執政的結果 民眾堂 對不對 不是民眾黨 民眾堂 不是糖果的糖 是糖口的糖 對啊 糖口 糖口執政嘛 那糖口執政當然是 你看我們這個大姐頭 當市長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些 這些八加九大家都活過來 然後警察也不太敢管 對不對 那這個這個這個事件 產生到現在 其實那個警察是有問題 很有問題 那有些時候 那個警察在執行勤務的時候 其實我們以前在南部的時候 也看過 比較鄉下的地方也看過 這個執政的是國民黨的 然後那個民進黨的人 那他就比較會去處理 然後國民黨就比較不處理 然後要換了民進黨執政以後 然後那個那個那個民進黨在鬧事 他就不處理 然後這個這個以前都有過 我覺得這個警察 他很多事情 他因為他的標準很難處理 就是但是像這種事情 他已經是妨礙到人家行動自由了 那這種事情他就警察就應該要下手處理 你至少要跟他跟巴大小吼一下 你不能這樣 你至少要要要警告一下 像有的分局長就很凶悍 我碰過那個分局長 你知道他看到這個狀況 他們有時候不太甩警察 那分局長說什麼你知道 我跟你說過了今天 消毒會中 結果那些兄弟 喔 消毒會中 就可以說了 對 這個 所以警察有時候會消毒會中 這句話也沒有什麼 他不見得要當場抓你 但是警察他絕對有這個權威 然後他可以弄你 然後這個這個就是因為警察 或者是這些東西他覺得他們 這個這個這個怎麼講 市長是他們自己人 至少這些八加九覺得 市長是我們自己人 那我這個警察就不敢動 他才敢這麼囂張 那那個警察不動手下去的話 他其實是有虧指手 所以我要建議這些分局長 還有這些局長 當你發現有這種狀況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局長 他是兩個指揮系統 一個要由警政署 另外一個就是縣市政府的首長 也可以指揮他 所以他會痛苦的時候 我想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高鴻安 我先把這個講 他會痛苦的時候 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 請求中央支援 請求保育總隊 保二總隊 保三總隊 這些相關的 或者是刑事警察局來支援的話 我告訴大家 因為是中央來的 對不起 縣市首長沒有辦法自會 事情就會處理得很好 這就是一個招數 所以我也在這裡 跟這些警察局人講 你怎麼這樣處理 我記得我在當內政部長 都有教過你們 有跟你講過 不過等一下那個 我們名譽要補充 補充的一定是很精彩 所以 媽媽的心情 媽媽的心情 所以千萬不要轉台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傳民眾黨不分區 那中國的幹部惹議了 那柯文哲說 多元社會 為什麼要劃分敵我呢 徐春英說他沒有加入共產黨 但是這裡真的產生了一些大問題 所以黃珊珊說 民進黨新住民委員會裡面有一個寧佳龍 不是也是共產黨員 要說標準一致 不要鬧雙標 可是耐清德說 好幾年前民進黨新住民委員會 的確曾聘請過中國籍的寧佳龍出任委員 不過這種情況沒有辦法跟民眾黨打算邀請 中國籍徐春英來擔任不分區立委相提並論 為什麼不一樣 一個是給政黨一些意見 一個是當不分區立法委 可以接觸到國家機密什麼 你在政黨裡面接觸不到 完全是兩回事嘛 所以剛剛名譽要補充了 那個萬聖傑的那個還有這個 怎麼來看呢 所以我覺得不管民眾黨在柯主席的領導之下 我覺得就是很大的一個問題跟爭議 先講高鴻安 第一個我覺得市府危機處理是完全不及格 而且高鴻安的政治智慧也不及格 我講一個老前輩的例子 你看當時呢 這個嚴清標不是被人家講什麼削撥塊嗎 那人家是怎麼樣做這個政治危機處理 他也是笑一笑 然後去做那個削撥塊的 譬如說什麼枕頭啦有沒有 鑰匙圈啦 這種就是當你政敵在攻擊你的時候 你用這樣子幽默的方式去化解 那我覺得說大家就笑一下 而且萬聖傑 萬聖傑 其實我剛剛對原資的說法有點不以為然 其實你看很多政治人物活動 譬如說我講幾個好朋友 什麼張思剛這些 他們都有在辦萬聖傑的親子活動 這種就是親子同樂 可是問題是說你的 而且他的這個八加九的這個 他那個是政治提款機 這個其實早在好幾天前 就已經開始在新竹市任務 他不是萬聖傑才出現 他已經是出現在新竹市街頭好幾天了 所以為什麼大家懷疑說是你高鴻安 找你的支持者去弄去弄他 因為他已經出席好幾天 他不是萬聖傑突然出現的 而且大家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說 那個是現場 因為他那個是八加九 而且是圍著那個政治提款機 還有人在那邊公然抽菸 那個是很多小朋友 比如說我剛剛講說 我是媽媽的心情 是有人報警 所以警察才會來 可是你警察 竟然可以在那邊袖手旁觀一個小時 你可以看這些黑衣人 圍著那個政治提款機 然後我覺得要是說家長在那邊 一定會覺得說 起碼這是怎麼回事 所以大家會把新竹市比成高壇市 現在警察來了 結果警察來了一個小時都不作為 那我覺得當然大家看不下去 那再來回到我是說 就是說你說這個什麼 我覺得下歪樓 上野歪樓 當然從柯文哲開始 徐春英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 柯文哲他還他今天回話還講說 不能就讓徐春英變變看 變得過 看他變得過變不過 我覺得現在這個徐春英是已經涉及到國家安全的話題了 當然我可以理解就是說徐春英他現在要 他為什麼要提徐春英 他最主要是看森蘭選票 就他自己的這個政治精算 他覺得徐春英的背景 如果再加上中配什麼小孩啦 配偶什麼的 至少有一百萬票 而且他看著國民黨不敢罵他 因為徐春英以前就是吳吳敦義時代 就是在吳敦義的一個什麼 新著名的工作委員會 那我要反問 而且又可以討好中國是不是 是 中國會更高興 柯文哲好棒喔 對 所以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政治算計 他第一個就除了說徐春英 提名徐春英他可以去至少搶得這個 他自己都算過了 至少有一百萬這個有關中配人口的這樣子的這個選票 第二個國民黨不敢罵他 你看國民黨誰敢嘴他 那但是我還是回過頭來 如果說真的真的這個徐春英這麼厲害 就是說這可以提的話 吳敦義當年早就提了嘛 他不會去改提那個林立財 可是我覺得說現在那個那個 柯文哲的態度就講說 那現在還在側風向啦 徐春英變得過就提他 現在他還想要繼續提徐春英 像徐春英自己變不變得過 我覺得真的太離譜了 你不要忘記 現在這個徐春英 不是讓你來蹭聲量 草新聞聲量 如果他真的被你提名不分區 還在安全名單的話 他可以進入我們的外交國防委員會 當然可以啊 對 他也可以去外交國防委員會質詢 當然可以去啊 他說他不讓他 他說那好啊 就不要讓他去外交國防委員會 但還是可以接觸 為什麼 因為最後如果要求的話 縱南在院會 也可以開全院會的秘密會議 因為每一個立委都可以要求 看那一個預算嘛 所以每一個立委都可以看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你看 柯文哲現在這樣的態度 看他心裡就有新聞聲量 他完全沒有國家安全的一個意識 每一個立委都可以看到機密的啦 不會說因為他不在國防委員會 他都看不到那個機密 我再跟大家講 我當立委我了解 譬如說國防部有一個文件 他要送給每一個立委 那個文件是機密文件 他上面會特專人送來立委辦公室 而且是迷封封得很好 要蓋章 然後呢一定要立委本人拆封 那個機密文件只有立委可以看 我告訴大家113個立委 每一個立委都有 不可以為差別待遇 所以國防部的這些機密文件 包括外交部的機密文件 每一個立委都要給 不可以說你國防外交委員會的給 那我們內政委員會的不給 還是要給 所以我在當議員的時候 幾乎沒有接觸過任何機密文件 連密都一個都沒有 可是我在當立委 每一個會機密文件要一疊 那一疊你還要再保存 有的保存期限二十年 二十年我立委也不可能做這麼久 所以我的習慣是什麼 看完了知道了 我就還給各個部會 請你簽收回去 我就不必保留了 不然現在萬部如果沒有出 我把它帶回來也很麻煩 通通還給他 我當時我當時是這樣做的 不過給你參考 怎麼來看怎麼來看 那我覺得從剛才這個新竹市 在高宏安領導之下 變成這樣子政治提款機的這個風暴 然後再到這個民眾黨的不分區的名單 可以看得出來在民眾黨的領導之下 新竹就會變成香港 然後我們的國會會變成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其實這個民眾黨在柯文哲領導之下 已經變得非常的又紅又黑 反正就是不是白色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件讓人覺得非常遺憾的事情 尤其像現在有提這個徐春英 柯文哲第一時間他其實就沒有出來否認 他其實說法是 我是很務實的人 中國的配偶在台灣有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我需要提一個人 你可以提一個人 但你為什麼一定要提一個背景這麼紅的人 這麼跟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的人 這其實就是柯文哲他沒有辦法講清楚的 那剛才勇哥有講到 立法委員你每一個人立法委員 你進了國會之後 大家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啊 我們並沒有說因為你是中國配偶 所以這個機密的文件不會給你 你一旦當選立法委員之後呢 你所有機密文件你都可以看到 你也都可以主動要求 那這個時候你又柯文哲這個是又冒出來說 好啦好啦那我不讓他參加國防外交委員會就好了 那你這不是又是自打臉嗎 我問你說難道經濟就沒有機密嗎 經濟跟中國就沒關係嗎 很多機密啊 財政沒關係嗎 我們的內政沒有機密嗎 跟中國沒關係嗎 會反映很多機密啊 還有我們的陸委會有沒有機密 有沒有跟中國關係的都有啊 每一個部會都有機密 怎麼說只有講到國防外交 所以柯文哲表示他連立法院的運作什麼 他完完全全連一點sense都沒有 完全不懂也真的是也有一點就是 浪費了柯文哲的民眾黨 在立法院寄生了這麼久 竟然對於立法院裡面 每個委員會都會有機密 每個委員會都是同等重要 並不只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才會處理到國家大事 這件事情他竟然一無所知啦 那其實柯文哲這個時候又在勘托 他說你們民進黨以前也聘過這個新住民的人 當你們的中國的配偶 當你們新住民委員 不好意思那是我們黨內的新住民委員 每個國家的就是主要幾個都會有聘成新住民委員 是對黨內你提供意見等等 這跟你成為國會議員有關嗎 他說沒有你以前聘的也是中共的黨員 他就只能扯上黨員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這個徐春瑩被人家挖出來是什麼 他的這些特殊的背景 他這個看起來就是一路受到栽培的耶 他這個人家說他如果還留在中國的話 很有可能現在就是黨的高幹耶 這跟單純的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能夠相提並論嗎 那柯文哲每次遇到事情都不能好好的解釋 不能好好的面對 一定要去扯那個民進黨 然後扯起來又是不三不四 這是更證明了說民眾黨 現在成為民眾黨 甚至呢讓人家覺得說白色 現在怎麼看起來越看越紅 甚至越看越黑 這是柯文哲現在讓人家覺得非常非常困惑 非常疑惑的地方 所以看到了柯文哲這些動作 而且他說讓子彈飛 意思說徐初音啊 這件事讓子彈飛一飛啊 我們到時候再來照樣提名 或者讓他自己去辯護 自己去辯 辯得過就讓他當 然後還講了讓我無法接受 因為我當過立委我知道 他說只要不要讓他參加國防外交就好了 請問他參加金管會重不重要 金管會有沒有多少機密 金管會機密有一堆啊 內政部有很多機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 內政部有兩個情治單位 國安單位 一個叫做警政署 一個叫做移民署 這兩個都是國安單位 經濟部有多少 經濟部他們的政策的機密 財政部有沒有 到處都是啊 所以外交國防不是只有外交國防才有機密 我講實際上我在當議員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機密 沒有任何機密 但是在當立委機密真的是一堆 每個禮拜幾乎機密文件都來 當然幾乎都機密 當然集機密了那就不會給你看了 也不會用公文來的 可能就是直接開會告訴你這樣 所以我讓大家了解說 每個立委都會接觸很多機密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這個sense要了解 那為什麼柯文哲沒有這個sense呢 進口廣告我們再回到現場 中國前總理李克強位於安徽合肥的故居外 除了花海環繞也集滿悼念民眾 畢竟這是目前唯一一處當局允許民眾可以放心悼念李克強的地方 李克強只是在這個環境下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他有工有戶也就是一個完美的人 在這個體制內只能說他算是一個老百姓沒有惡感的頻道 李克強27號傳出過世後 北京當局立刻祭出各種維穩手段 不只網路上只能搜尋到官方認證的內容 不准過度讚揚李克強 各大學也接到命令禁止群聚悼念 10月28號到11月3號 中國是直接禁止舉行公開活動 明顯就是聲恐再度發生六四事件 很多人並不是說對李克強有多懷念 但是可能會接著個機會 表達一些對生活不如意啊 工作不如意啊 各方面的一些不滿的情緒 可能在學校裡面會有一個血潮 特別是北大清華的這些人 就接著這個可能會有一些活動 當時初步不要幫的事情 這個當局很擔心 在這一塊 老百姓會表達一些對他的懷念 當局他會通過這個技術手段 來控制住這個絕滅 避免擴大化 因為現在經濟下行 大家也很多怨言 尤其三年動態清零 造成了多少網路生不如死 北京緊張其來有自 因為過去中國民眾 已多次藉由政治人物之死 表達對當局的不滿與怒火 76年周恩來死的時候 群眾就借那個 導念周恩來 發起了四五的運動 後來被鎮壓 89年 然後胡耀邦那個死之後呢 引起了血潮 最終於六四屠殺而收場 現在2023年 李克強是莫名其妙的一暴毙 會不會引起這個黨內一些 那個勿使派 一些改革派 會就此絕望拼死一波 據了解李克強 預計於11月1號火化 11月2號人民大會堂 舉行追悼大會 規格比照已故前總理 按政國籍規格辦理 屆時中國官方在內的 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會出席 而中國多個重要場所邊境口岸 與中國駐外使領館 港澳特區政府都會降半期致哀 我很快把幾個標題讓大家知道 中國禁止公開活動一週 所以李克強的遺體運敵北京 不准去悼念他 但是花這麼多 李克強之死防堵六四在線 中國連可惜不是你這首歌 可惜不是你這首歌 這個你指的是誰大家知道了 這首歌也禁 大家再看 分析李克強離世 或將為中共政局再添變數 李克強出示撼動中國政局 學者說影響恐怕會微乎其微 因為現在中國控制的太厲害了 怎麼看 但是我們不可低估 中國人民對現況的高度的不滿 他剛剛講過 中國在這次的新冠肺炎動態清零 造成了很多人到底死了多少人 現在也沒有人知道 加上中國的經濟的下滑 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極高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真的搞下去 會不會真的是陪人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我們再看 那看來習近平是加大力度 把所有的新聞都封鎖了 剛剛講過 連梁靜茹的可惜不是你 這首歌都被禁 為什麼這首歌被禁 因為大家說死得可惜啊 要是這個 怎麼會是李克強呢 應該是習近平才對嘛 可惜不是習近平 被人諷刺就把這首歌也禁了 那我覺得現在中國各地 可以說是可以說大家 如驚功之鳥 整個情勢單位 都在加大力度 在進行鎮壓跟控制 特別是大學 很多大學已經告訴 連學生的正常活動 都要暫時停止 那這是為什麼很多疑點呢 因為中共的領導人 我們說國家級領導人的 平均受命是九十歲 結果他竟然六十八歲 就去世了 大家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而且他之前也沒聽說 他有所謂的心臟疾病 好 這個事情接下來發展 可能會很多問題 剛剛揭翻老師講的 大家對於李克強的死因 很多問號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跟習近平相比 他是一個比較受愛戴的 雖然他不見得有 李克強不見得有什麼政績 但是他是比較受愛戴的 而且是比較開明的 這一派的希望 每一次這種人過世的時候 周恩來走了以後 那個四五世界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胡耀邦走了以後 八九六四 這一次會不會發生事情 他們就嚴防這件事情 嚴防到現在草木皆兵 你要知道一個人的手 這樣子抓的時候 他能控制範圍其實是越小的 然後這個人 這個受的壓力很大的時候 他是會反彈的 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中國在這個當改革的希望 全部都消滅了 執政者一定會這樣子 獨裁者一定會這樣 把改革希望全部都消滅 可是當改革希望完全消滅的時候 大家就只有一條路叫革命 中國革命是怎麼發生的 就是光緒皇帝對不對 搞這個百日維新 被捏死了以後 大家一堆人就開始走向革命 所以大家看到了李克強的 這一個過世 那中共現在控制的延到這個程度 所以有人說 那胡耀邦過世的引起的六四 會在這裡出現嗎 有人說也許有機會 有人說應該不可能 怎麼一回事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 在李克強去世的時候 拜登要見王毅 下個月拜習會可能會有機會 有譜了 然後拜登哀悼李克強 中國的官方竟然提都不提 這個很奇怪 為什麼提都不提呢 這個會不會影響到台灣跟美國 或者是有關台海情勢的相關問題 名譽怎麼看 先講了 就李克強這件事情 還是很多的疑點 包括就是說 因為他是心臟病發 那大家給看就是說 李克強從來也沒有聽過說 他有任何心臟的疾病 而且如果說 他這個是心臟病突發證 證明說他可能是心肌梗塞 或是說有什麼動撞灌脈堵塞 當然我們不是醫學專家 可是按照常理來判斷 他如果說真的是心臟病這麼嚴重 嚴重到說會心臟病發 然後就是那個心肌梗塞的話 那他怎麼會去游泳 他不會去做這種劇烈的運動 而且大家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說 即便他可能是被逼退的 或是想要團滅或怎麼樣 但是再怎麼樣 他也是這個前國務總理 他旁邊還是會有這個醫療人員 二十四小時待命 那怎麼會這個 就看他這個讓他先去游泳 先去做這種劇烈的運動 然後就就就突然這個心臟病發 所以他太多的疑點了 再來就是說你事實上李克強 這個是一個他是退下來的 國務院總理 那他試試的話 現在看起來是兩面手法 一方面是禁止這個大規模的 這個追悼活動 可是他的娛樂還禁於令 就是你要看這個 現在中國的綜藝節目 或者說新上黨的 他現在是先停一個禮拜 所以我覺得他就讓你表面上 我禁於令 限於令 我讓你一個禮拜 就是不要那個什麼歌舞生平 不用那個在那邊唱歌跳舞 可是問題是他還是禁止這個民眾 大規模去悼念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做 做也是只有做一半 不過比較大家覺得很詭異是 拜登哀悼李克強 中國的官方都不提 這是在變什麼樣子 林玉姐剛才說 這是整件事情 李克強過世很詭異 其實不只是李克強 最近的中共政局整個都很詭異 應該說你如果長期看起來的話 其實中共的高官 有人發現說很少是在醫院裡面病逝的 他們都是突然間就在家裡就過世了 可能突然間就跳樓了 突然間就心臟病發了 但我們不知道說是不是中國 那你的風土啊民情等等的 有這種突然間就會在家裡 比較容易出世 然後這些高官很少看到 他們是生了病去住院 然後醫療之後沒有辦法醫 然後過世的 其實中共的這個高官出世之後 出世的原因是一個問題 出世之後這個官方怎麼對待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看到李克強他好歹在這個表面上 就官方的這個執嫌上 也做過中國的第二號的人物 結果他出世之後 他過世之後是怎麼樣子 一片噤聲好像不可以提這個人 不能說出的名字 這讓大家覺得很奇怪啊 你通常這個政府的高官過世之後 你如果沒有這樣辦情 你好歹也有一些哀悼的儀式啊 人民大家如果說去緬懷他 去紀念他 這不是代表說 你這個政府做得很好嗎 你這個官員很受大家的懷念 結果怎麼發現說 官方一片的不談 甚至連拜登 連美國的總統都要去跟你關心 去跟你說 去跟你慰問 結果官方還是照樣不談 那可以看得出來說 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 他也不是以前的中國共產黨 好歹也會好幾個人一起決策 現在完全就是他自己一個人說的算 不管說是你那個胡錦濤 我就可以直接把你 從這個大會上給架出去 還是說我國防部長外交部長 說不見就不見 說消失就消失 說離職就離職 他完全不給你任何原因 這是中共整個的集權呢 現在越來越集權 越來越誇張 那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會導致六四這樣子 學生或是年輕人 或有志之士 大家以李克強作為一個藉口 去吊念他 然後再發起一場社會運動 或政治運動 從現在的中國的這個氣氛 看起來是很困難 因為六四那個時候的一個氣氛 就是中國開始要對外開放 經濟等等的開始要有一些改變 有一點鬆動的可能了 可是我剛才跟大家講的是怎麼樣 習近平現在領導之下 在中國他是越綁越緊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愛國主義 這個洗腦主義只是越來越強 前不久甚至在中國的這個學校裡面 學生演這個舞台劇話劇 竟然把安倍晉三 那受到這個槍擊 就是倒下的那一幕演出來 他現在是非常控制整個國家的思想 你說這個時候 學生有年輕人有志之士 還有辦法出來 藉由這樣子哀悼李克強 來進行抗議 來進行他們政治訴求嗎 我其實是滿悲觀的